他有望实现成为世界杯进球数最多的人 他一天能赚400万元,是现在身价最高的足球球星 目前在世界杯的进球数超过了C罗,追平了梅西 而他今年只有23岁,未来有更多的世界杯记录等着他去刷新 姆巴佩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家庭从小良好的规划及培养 他出生在法国,父亲是一名足球教练 4岁的时候就被父亲带去了足球俱乐部 父亲指导其他球员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跟着踢 直到11岁的时候,他根据父亲制定好的规划 开始了系统的足球培训 并且在17岁那年就打进了个人职业的第一例进球 获得了大巴黎的青睐 同年入选国家队大名单 也就有了后面最年轻的世界杯冠军球员 耀眼的成就背后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姆巴佩的特色是速度顺猛,冲击力极强 百米速度能跑进11秒内 但是由于长期的剧烈运动也导致了他荡荡破裂 并进行了修复手术 但这并没有阻挡他继续前进的脚步 他还在不断的去创造历史 也许有很多人不喜欢姆巴佩 不喜欢他的性格 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情商很低 闹离队,与队友闹矛盾等 这些都很不讨喜 当时不得不承认,他的能力确实很强 同样这届法国队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威冕 如果连续两届捧起大力神杯 那么姆巴佩的历史地位将遥不可及 感谢观看